5時4日出席基金會活動 和大家分享要如何不畏懼 外界眼光喜歡自己 換有妥瑞真的她透露 小時候因為同學不瞭解這個病 所以常常嘲笑她 雖然曾經因此感到自卑 但因為醫生告訴她 換了妥瑞事證的人 對於人事物敏感也喜歡模仿 所以她開始用樂觀的心情 來面對自己的不一樣 也正相表是或許自己會進演藝圈 也是多虧了我有這個症狀 同時她也覺得有時候 大家是因為對病症不了解 因而產生不好的反應 時常因為外界不了解 而被大家嘲笑 所以她也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認識不同疾病 讓這世界上可以減少異陽眼光 為人所說是故意的 而且她也會有臨 所以她要在這裡 不管如何 可不平 為人被造成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